中文字幕叫PK 哈喽 宝宝们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最近呢 马来社就好像日本櫻花花开的时候 这样子很多很美的风陵幕 所以今天呢我就有做一个特别的一集 我就会做一个粉嫩的樱花系妆容 然后还有带着你们给我一起去拍照 Let's go 好了现在呢就开始化我们的粉嫩樱花妆 首先呢我有这个隔离霜 它也叫做爱丽丝魔法调色瓶 然后我手上呢就有粉红色 还有薄荷绿色的 我就会用粉红色来打造一个素颜奶剂的感觉 它挤出来呢就是嫩粉色的 然后它涂开的时候是会爆水的哦 所以它是非常的水润的 上完这个粉红的隔离霜 我整个脸都直接变得很粉呢很亮白 然后如果是皮肤比较好的宝宝们呢 其实上这个就已经OK了的 然后现在呢我就会用它的遮瑕膏来遮瑕 这个就是GC的遮瑕膏 我就会点在一些有痘痘还有痘印的部分 那么在我的粉底的部分呢 我用隔离霜已经调整好了肤色 然后我再用遮瑕膏 遮盖了我的瑕疵 所以基本上我就没有再涂那个foundation 然后现在就要来用它们的超级神奇粉饼 这款呢就是我每天在用的这个粉饼 它是超级热卖的就是之前它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已经在抖音上面看到它就是很神奇 很防水很持久的那种 然后我一直买买不到 然后现在还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 我就超级开心的给你们看 我真的是用到要见底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是象牙白 我就会用这个来直接上一个粉饼 去维持我的这个妆容 好像现在哦 我上了隔离霜还有粉底 它还是会有一点反光反光这样子 但是上了这个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变成mat这样子的 就不会感觉有亮有亮的 这边是上了粉饼 它就直接是变成比较mat了的 然后整个气色也比较好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点油亮的 就只是这样子轻轻的点上去 OK 所以我上了这个粉饼之后呢 我整个脸上的妆就会比较持久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哦 如果我拿水破我的脸上哦 是不会脱妆的 反而那个水会好像有隔离 一个东西真的流下来 然后我刚刚用的那个系列 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系列是旧款的 现在他们就吃了这个新款的 爱丽丝粉饼 是限量版的 有蓝色还有粉红色 这个呢就是超级适合拿来送礼的 给你们看它的里面 超级漂亮的 而且哦 它的爱丽丝的这个粉饼里面的那个印花哦 是超级完美的 你完全不会想要舍得去用它 真的很漂亮 它还有附送这个粉饼刷给我们 就给我们方便去定妆的样子哦 接下来呢就来画我的眼妆啦 也是他们最厉害的眼妆 因为它的眼妆盘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种 而且每个都很漂亮 现在我就来一一为你们介绍 首先呢是他们这个大银博物馆联名的这个眼影盘 总共有四个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开来看一下 它第一个呢是这个古埃及的猫猫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个整个拿起来就是有重量的 整个quality很好 而且这个是有一点细铁细铁这样子的 打开这个呢它就是比较有大地色这样子的 这盘呢就有比较多特别的颜色 比如讲黄色还是青色紫色这样子的 它日常的颜色就是有一些大地色啊 还有一些橘色这样子的 如果for我日常的话呢 我就会用大地色还有橘色咯 它上面也有一些mat的 有一些闪亮片 有一些碎片的 第二盘呢就是这个甲虫的 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颜色 这盘呢就是属于比较粉色啊 比较暗红色这样子的 它也是有一些mat的 一些亮片的 一些碎片的 第三盘呢就是这个埃及的人 然后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 它也是蛮适合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的粉嫩妆容 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日常 比较春夏那种很活泼开心的颜色 这盘也是很美 而且呢它重点有这个星星的闪 然后它这个闪是非常大闪 很美的 第四盘呢就是它这个蛇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我平时放在我的桌子上画的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属于很日常 也很适合我啦 就是大地色啊 有一些橘色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用那几个颜色罢的 这个呢就比较适合我平时拍摄的方面 就有一些mat的 还有一些闪亮的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闪亮 因为真的是很显色 一放上去就马上是看得出了的 接下来呢就是它的爱丽丝系列的眼影盘 这三个盘的颜值都超级高的 它真的设计到非常的精美 然后它的外面呢就好像一个小学生的笔合这样子 还有那个导流沙的真的很漂亮耶 它的蓝色这盘呢我就觉得没有这么的日常 我会当它是一个收藏款这样子 因为它就是有青色啊红色啊橘色啊蓝色的 就比较不适合放在眼睛上面 这盘红色的呢也算是我的一个收藏款 因为它的颜色也是不这么适合我去做一个日常的妆容 然后也不会用到红色啊或者黑色这样子的颜色 这个粉红色的这盘呢就是非常的漂亮 给你们看它的每一个颜色都是那种很梦幻 然后很适合做日常妆容的 最后两盒眼影盘呢就是这个爱丽丝的啦 然后我也选了其中一盘来做我今天的那个粉嫩妆容 它这边就有这个大地色的还有这个粉嫩色的 然后它这个眼影盘呢是9个颜色的 每一个都是很适合给我们带出去啊或者在家都可以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眼影盒哦 它里面的那个樱花是超级漂亮的 跟它在它纸壳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整个就是很梦幻 还有这个也是超漂亮的 它就是一个很梦幻的时钟 然后爱丽丝在中间根本就是舍不得去用它 真的太美了 那么在介绍给你们看了这么多盒眼影盘之后呢 我个人就选了这两盒粉嫩系列的 来做我今天的樱花粉嫩妆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会用我的眼影刷去沾这个mat的color 来为我的眼皮做一个打底 我会涂在我的眼皮上面 它这个一涂上去就超级选色的 然后我也会带去我的下眼睫那边 在我睫毛的根部 哇哦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无敌选色 然后我就会用另一盘的这个颜色 来做我的一个眼尾部分的 涂了这两个之后呢 我就会拿这个很亮的亮片色 来放在我的眼珠中间那边 哇哦整个超级闪亮超级美的 它的闪亮哦真的是一涂上去就超级明显的 放好中间过后呢 我就会拿一个比较细的闪去放在眼头还有眼尾 把它连接在一起 让它比较顺 ok 连接了过后它就全部都有闪片了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JUGONGER的最后一个 好像brow color这样的去加深我的眼尾 让它有一个深细感 放了眼尾过后呢 放了眼尾过后呢 我们就再拿多一个比较闪亮的珠光色 去加长在我们的眼珠中间 现在就选一个比较亮的这个色 去打亮我的眼头 然后下眼尾也要放高 然后盖去中间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在刚刚那个9号盘的那个深综色 去画在我们下眼尾的地方 画在眼尾那边 好啦所以现在呢我的眼妆就大概完成了 我就拿这个腮红的刷 去拿这个JUGONGER的下面这个粉红色 去做我的一个腮红 好啦现在呢我的眼影还有腮红就已经搞定了 就剩下最后一部就是我的口红 口红方面呢它就是有超多选择的 而且它的每一个外壳都超级漂亮 它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浮雕 你把口红转出来的时候呢 它上面就有很多的埃及刻纹 感觉你念下这个咒语哦 就好像那个法老王会出来这样子 然后在这么多口红的选择当中呢 我就选了304 来负责我今天的这个妆容 现在就来上这个304号的口红 这个304号呢就是它属于比较粉的颜色 也比较适合今天的妆容 然后它涂上去非常的上色 我就没有上那么多 我就是上唇上比较多 然后下唇呢我就用推开的方式 所以我的这个粉的樱花妆就这样子完成啦 现在呢就来罩一下我的头发 刚刚我画了那个超美的樱花眼妆 就感觉少了一点东西 原来是我忘记带lens 现在带了lens呢 整个就更符合这个妆容了 因为我觉得每次画了比较深的眼影 有lens的话会让整个妆感更好 然后现在呢就要来做我的头发的部分啊 今天我就要来烫一个蛋卷头 我就用这个三个卷呢 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 现在就来垫 我很少有机会用这个蛋卷头 长发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用 现在短发的时候第一次 拿它来烫这个玫瑰面 感觉好像乖乖的 ok嘛这样子 现在就来烫另外一边 哇 现在就做好了这个蛋卷头 来配合我今天的粉嫩妆容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放一些漂亮的吊饰 哇 现在是傍晚大概七点这样子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凤苓墓的地方 真的去好很远耶 大概有半个小时这么久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 Let's go 哇 地上这些呢 都是非常漂亮的花瓣 然后上面呢 就是美丽的凤苓墓 整个好像小葱了这样子 哇 这里边地都是粉红色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 这边也是有很多很美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耶 这里真的太梦幻了 你看整个地上都是风铃墓 感觉好像在日本一样 然后呢 我也拍了很多美美的 照片给你们看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订阅 按赞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 请问你干吗? 没有 刚刚有很多蚊子 弟弟 你看 叮叮叮叮叮叮叮 拍照的呆劲啊